病毒溯源是个科学问题 需要交给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去研究 病毒溯源的研究 只有将众多的生物学信息和流行病学证据 汇聚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 才算真正完成任务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答案 与此同时 病毒溯源也是一道科学难题 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有明确的结论 而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病毒溯源本身是科学问题 目的是防止此类疫情再次发生 对人类社会再次造成伤害 而不是去指责归咎他人 更不是去搞什么追责和索赔 国际上没有这种先例 也没有这种法律依据 当前新冠病毒肺炎仍在全球扩散蔓延 世界各国应当聚焦疫情的防控和病患的救治 此时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不仅有违科学研究的初衷 干扰相关的国际合作 而且不利于国家之间的互信 不利于全球携手抗击疫情 请问 请问